Mu L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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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追求過最讓你感動的是什麼招啊 我如果很浪漫很浪漫的是我剛剛去看完電影 那是我第一個男朋友知道的 然後我剛剛看完電影然後他知道我很喜歡那首歌 他把那首歌的聲音量買下來 然後就是 你不會自己唱吧 他買下來然後買一大樹花 然後因為小時候沒有網路念書的時候 媽媽都會說晚上要出門都要問 他直接就打電話在我們家 就跟我媽媽講 可不可以讓那個要不要下來一下下 然後我拿到東西給他 我就馬上走一下下五分鐘 在家裡樓下 所以他就下來 他就給我一大數碼 然後把我們剛剛看完 我一直在那邊哼的那首歌買給我這樣子 我這樣就很感動 好浪漫 對 那我原本跟你說他男朋友 那女朋友 因為會一專人朋友 然後那個情況下 我一定會哭了一把鼻涕把眼淚 對啊 我永遠都記得那個 那就是那個豬頭嗎 不是 不是 就是 我覺得他很帥 他很像真一姐 我這眼中我有彈琴 自然這樣送給他 傷痕 因為他很喜歡淋一臉 那豬頭的招式好嗎 豬頭喔 他浪漫嗎 我們再一次吃人家豬頭好嗎 你講 有哪一個男朋友會承認是我嗎 你一定會說 我知道 還在講另外一個屁股人 我會說 明明就是比Michael 豬頭就是 就是 我覺得是 很會假裝成你知道你喜歡的那個樣子 因為你可能 我覺得像我對帥的男生 你一開始會比較覺得說他會不會很危險 然後會不會被玩一玩 然後自己受傷 女生會怕受傷 你就選擇另外一個好像你可以掌握住的 然後你覺得他越有你想要對你的樣子 可是都是慢慢你開始看到他真實的樣子 才慢慢反映出來他豬頭的真實 所以豬頭其實本身不是一個好人喔 我覺得男的豬頭就是衝 裝出來的 他很衝 打聽了很多Elba喜歡的種類啊 習慣就照著做 就知道你喜歡運動的男朋友 就在裡面不斷地拿顆籃球 知道你愛狗就是 去注意這什麼黃金的東西 你還沒遇到這樣子 拿一顆球好像很黃金 你都會覺得他神經病 所以如果是 若是長得不出色的男生 就豬頭型的 跟他要接吻的時候不會很掃興嗎 就低進眼前的那個是一個豬頭 當然不能豬頭到我自己看會 然後出出來 好 OK 就豬頭界中的偶像 他的雞來了 你教過男友中間豬頭的比例高嗎 就是有出現過很多次嗎 不會不會 很少 不會都是一般都是正常的 正常 會特別帥嗎 就會選一些特別帥的嗎 有時候還會選很帥很帥的 很帥通常交往後會失望嗎 說哇帥哥可是個性不對 不會 真的嗎 帥就好了是不是 不會 如果帥個性又好 因為一定會認識之後 才決定要不要在一起啊 如果我想帥個性又好 那就是直接就是 加加加加加加 其實帥哥也善良的 對啊 對啊 Ruby剛剛這樣講 是意思說你在他身邊 蠻吃醋的嗎 就是他一直不停的有追求者 不是就是我覺得他以前就很會打扮自己嘛 然後我就覺得他看起來就還 就一副那種 我是將來的明星 幾歲開始會化妝 至於溫哥華之後 開始化妝 是高中的時候嗎 高中之後 對 所以你開始就很會化 還是有一陣子會把自己化太多 變得很濃重 一開始都化很多 化很多嗎 你有沒有看到那種 眉毛都化太驚訝的時代嗎 畫過眉毛 永遠都是這樣嗎 然後就說 小姐 你是幹嘛 什麼事很驚訝 永遠都沒有 小姐都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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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小姐 對 拍照一定要這樣 對 因為人家是眼睛小 就不會覺得眼睛小好像不對 你知道 就一定要 撐到像關芝林這樣 有人說你眼睛小嗎 全世界人都說眼睛小 真的嗎 他應該是有人說他眼睛大嗎 對啊 我真的說眼睛大 我也成為自己覺得他眼睛蠻大的 直到今天為止 對 我跟你講 我們有一個標準 就是只要你看得到眼白 就不能說人家眼睛小 其實是他眼前毛髮後 因為我是笑得會這樣玩 而且我喜歡中睫毛 對 每次我看到Elba 她是妝最... 影韌注目最誇張的就是睫毛 什麼叫做中睫毛 就是睫毛有那種一撮一撮的 然後妳只要中上去 每次要出門的時候 我等很久就是因為她在中睫毛 沒上去的啊 對啊 就是要剪 雖然是一條妝貼上去 可是要把它剪一段一段 然後慢慢中這樣 不是很費工嗎 所以我這一副已經帶了四個多月 一定實在 私下還過嗎 不是啦 私下還之後重複使用 Elba 妳是 如果沒有弄睫毛的話 妳會不敢出門嗎 不會啊 每次就出門就不要上電視啊 哦 就這樣嗎 中睫毛別人就認不出來 西沙亞軒嗎 認得出來啊 我為什麼 包成那種樣子都認得出來 其實她不化妝更可愛 年紀看比較小 對 我覺得我每次跟她出去 我就很喜歡看她沒有化妝的樣子 看起來就是很清純 就是那種 Hello Kitty的感覺 請問化妝那時候別人 路人認得出來是夏亞軒嗎 很容易認啊 我有沒認出來過 剛開始在拍舞的時候 有一次她來教 因為我們拍電教室離她家很近 然後她有時候走路過來 然後就沒有化妝 我那天一直在教室等她來 其實她還蠻愛遲到的 然後一直等她來 就看到進來 欸這女生是不是Elva 眼睛怎麼變 這還可以更小的事 對 其實我本來 本來要考慮要不要這樣 我覺得你沒有下一支舞可以編 今天這兩個人 其實我們並沒有很鼓勵 他們要講可怕的事 可是Ruby好像很 他們還蠻勇敢的 很忍不住的 很勇敢喔 Ruby是不是吃了 我們Elva的悶虧啊 真的 下一支舞就讓你受不了她了 還有就是我覺得 反正其實我也沒有受不了她 其實我覺得她有時候是那種 因為跟朋友熟 然後我最討厭就是像 比如說你看我們主持節目嘛 其實像她如果上我的廣播啊 然後有人在那種上節目的時候 還訪問到一半來打哈欠啊 你這樣這樣聽 我就覺得對音樂熟反而也不太太熟 然後打哈欠到時差什麼的 聽眾聽得到 沒有就是講一講到說 我的專情 然後就這樣 沒有我沒有 我沒有吃 累吃 累啊 我覺得那一支聽到沒有聲音 只是你看得到我是最 而且你知道她很不給我面子 然後我就會 因為你知道 我會走知性路線嘛 我並不知道 你早來 然後結果她就會這樣子啊 我就會說 OK 像比如說我們看這個 Elva的第五大道Pilates 裡面有很多她自己描述 她以前的一些 心理過程很詩情畫意什麼 就開始唸 然後她就會說 Oh my God 你這樣唸好差 然後就開始唸 然後我就說 我這樣唸是因為我們是走知性路線 你按唸你怎麼唸 你是那種 好唸在這個聖靈那邊 你是這樣唸 我沒有 運動的書會有詩情畫意的部分 沒有 因為她前面有一段 大段像比如說 前面是 如果說 人總有天生喜歡的顏色或氣味 你喜歡 這樣討不討厭 簡潔 簡單 你幹嘛模仿不全 你幹嘛模仿不全 是滿討厭的 你真的是 BBC在那裡說 很深刻的 你叫不愛貌 是回憶非常像這樣 她是該貌 對啊 是該貌 沒有可是就是 她會很放輕鬆 然後就是 反問一下 然後在那邊打他錢 然後來看大家機會 追尋 對 如果說 人總有天生喜歡的顏色或氣味 那我喜歡簡潔 不然你斷氣了 簡潔 俐落 我很難去提醒一個人 我還會吐 我還會吐 太開心了 太開心了 因為跟我寫了另外一個人 這段是這個 這個餃子大哥 就是在這位現場的這個大哥 他家的 這不光我 那我 等一下 那是個怪話 很好笑 那是個怪話 你最專業 你最知性的啊 彷彿17歲的那個 沒有預警的早晨 我想出國去學服裝設計 我鼓起勇氣跟媽媽說 覺得當時自己的肩膀上 好像有一雙翅膀就在爬出來 媽媽看得到我 我想去紐約念書 紐約像是一個夢想的出口 而我17歲的世界 從台北到紐約 又更像一個夢想的起點 她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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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很想要這個樣子面前 對啊 你說她的學習畫展集 有時間 到舊國攤出 所以妳真的跟妳媽講過 妳要去學服裝設計 對啊 對 我媽媽也是學畫畫的 我國中就開始學畫畫 妳原來想當化妝師 還是服裝設計師 服裝設計師 好 想要設計 結果妳沒有機會學過服裝設計 沒有我學服裝設計之後 就去參加歌唱比賽嘛 那裡面都有寫 然後就是 妳是運動處理長 那麼多自己的事啊 希望就是讓她知道 我怎麼樣 從我的生活的某一段回憶裡面 然後結合到 希望有內心 然後又有時尚 所以有一些時尚的照片嘛 然後也希望就是說 大家可以比較輕鬆 對 不會太沉重 太多內心 所以有多些照片 讓妳娛樂一下 然後再來看 再來練PLODY 阿瓦的新書的第十五頁 當藝人的壞處啊 每當我被問到這個問題的時候 我就這樣回答 就是沒辦法跟自己喜歡的男生 一起去看電影吧 對一個超愛看電影人來說 還沒有成熟的愛情 因為看電影的時候被偷掰 而提前曝光 其實是很難有機會茁壯的 這樣嗎 所以妳那次被偷拍就毀掉了那個愛情啊 沒有 那次我還沒有被偷拍 是那一次 沒有被偷拍過在電影院 沒有 沒有 那妳為什麼這樣寫 是自己渴望 但是又怕被拍到之後 就 就寫寫就沒了 所以妳很希望 我覺得這一家約會地點 是像電影 看電影 妳希望可以自由自在的 跟妳要交往的人 去看電影 不要被偷拍 對 那妳就去 生意很差的電影院就好嗎 對啊 可是那位置很難做耶 因為妳知道 就長那種很臭有貓會走過去的 那個我想那男生會覺得很難 而且妳是看凌晨的內床 凌晨三四點內床 早上九點絕對不會有人偷拍 對 可是通常隔天白天鬧工作 要不然就是 妳這麼晚去 別人可能也要工作 就是 很難去平衡那個時間 所以當了藝人之後 還沒有敢跟喜歡的男生去看過電影 國外有啦 但是在台灣沒有辦法 我覺得台灣如果不要去華納威秀 好像 可是我很愛去華納威秀 妳可以去梅花戲院嗎 梅花戲院 還有西門啊 一直可以看兩部 對啊 超倫門的那邊 二輪的 好 我下次試試看 而且如果不能看電影 你還可以就是假借這個原因 把它帶回家看DVD 可是 帶回家 不會這樣 幫忙在樓下拍一拍 寫的更嚴重 對 妳真的很怕 妳是被勾在這裡 整到的人當中 比較慘的對不對 慘喔 我覺得跟大家一樣慘吧 妳只要被偷拆了就會很生氣 只要一登出來 妳就會 哭嗎 或者 不會 踢腸 不會 以前一開始 第一次第二次會 會覺得 你幹嘛要侵略我的隱私 或什麼 要打電話去罵人嗎 就跟公子講啊 然後就是看到 真的現在完全就是 沒感覺 現在寫什麼還會傷到你 傷到 我好像該傷的 我傷過 對已經傷過了 已經遍體淋傷了 妳是不是跟徐希弟一樣 就是不管講你什麼新聞 只要照片拍得好看就算了 怎麼講 不要扯到家人 就沒事 因為我家人會比較在意 那我會被家人念 所以 我也被想 可是如果扯到家人 但照片非常漂亮 其實不然有時候 我媽看到的時候有說 這照片怎麼拍人 這樣 其實正常女人的反應都會這樣 那如果你硬要寫 起碼照片真的好看一點 對 不要把那個 我擦那還鬥雞眼 那也太強了 對吧 就是二重 二度傷害 真的 對 可是Lva是真的不愛穿裙子 對 除非特殊場合 生日啊 耶誕節 新年啊 什麼什麼 她很曉得穿裙子出門 她真的只有在聖誕節 或生日的時候 開派對的時候 她就會穿得很 很像去奧斯坦 對 我說今天主題紅地毯 對 你每次都會有寫錯過這個 對 所以你 你平常不愛穿裙子的原因是什麼 因為我 沒辦法就 要這樣 而且穿裙子上電視 我那時候無間道 所以不是跟梁朝陽 他們上電視嗎 然後我回去就看自己重播 因為我很少自己看自己重播 可是那天看世界 大家說 你穿裙子 難怪你還是不要穿好 你坐姿真的很長 你知道我就很憑不像 小我想他們 擺那個腳就是 你知道有那個 天後的那個位置 然後你腳就看見 兩條很長 可是他們一直叫我叫 我就這樣 就怎麼樣 都會有個痛 就膝蓋跟著去分開 所以就很怪 然後結果受不了 所以就 我就穿裙子比較輕鬆 妳現在她的運動書 是你自己構想的嗎 這個是 這個 這本書造型師小孫 她幫我做 對 那因為我也喜歡這種 連身的運動服 妳之前還有拿到 網路上面去義賣你的 有 有一套 妳賣了些什麼 運動 這一張 這個 怎麼知道呢 這本書裡面 義賣了一套運動服 我裡面穿一套 紅袋是藍的 藍的 喔 有字袋啊 有啊 你真的很愛 這一套比較 比較輕一點 然後紅色一套很寬鬆 很舒服 這個就是 詹尼佛洛佩茲最愛的打扮 緊身的運動服 我會常用這種服 好舒服 這上面有你流過的汗嗎 有嗎 有 有 有啊 有 有該習慣嗎 還沒 等一下 Institute 妳在拍一下 泡溪來了 對 我先幫妳check一下 完了 因為萬一的臉子聞到你就糾大了 Elma的粉絲一定很羨慕 我們有機會拿著她流過她的衣服 香香的 而且還貼著鼻子 你拿去義賣車應該要賣沒有洗過的狀態 我覺得粉絲會更愛 好 這樣尷尬 不要想這支 不要多想這支 所以你要回去拿藏桿去送乾燥 賣掉就好 女生可以一天晚上穿這樣嗎 可以 我可以 可以啊 是阿軒有邋遢過嗎 其實沒有 我很隨興 對 可是她真的 其實我覺得我們一群朋友大部分穿的都一樣 都是這樣子 然後她唯一那個 像譬如說 有一次那個是Christmas Party 然後我說她穿很像奧斯卡那個啊 我最記得就是她穿 因為她穿一個就是 這樣子削尖的一個紅色的 然後這樣子 顏結身的 褲骨這樣子 然後重點是她有滷溝 對 她還用來弄乳溝耶 妳穿會啊 妳穿會啊 妳穿會那個自動就彈球 然後 她一直跳舞 然後 那個妳知道我發現 其實乳溝啊 是我那個造型系 妳穿會那個造型是Thomas在教的 就是 通常都是穿熊爪穿很大 然後墊很多 以為乳溝將會很多對不對 其實這樣看起來會很假 其實她幫我買 比妳再小一個cut的 或是小一個胸圍的 然後 然後 不用墊子 完全不要墊子 穿上去就 瞬間會溢出來 就很像 她溢出來 妳覺得她用的字眼比較好 溢出來 不適合妳的四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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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妳 正式的打扮才會露乳溝 看衣服 看身體 像妳現在穿在運動服 妳拉鍊一定拉到頂 絕對不會拉 我偏常不喜歡 不想讓人家有傻想 那如果妳喜歡的男生 希望妳可以走 比較性感女人一點的路線 妳會配合她而穿嗎 我還沒有遇到人家這樣要求過 就是他們都 就喜歡就這樣 就喜歡原本的妳 對 跟妳交往最短 就被妳結束掉了 是多短 沒有禮拜 應該不算交往 算啦 算啦 可是 幹嘛發現了什麼事情 就殺殺手 就 那時候一時 太衝動 以為自己好像喜歡她 我趕快出去 就是看幾次電影 就那個講話 那個越不熟的情況下 是那種 第一次見人家 好好好有感覺 然後出去幾次 絕對不行 所以是 妳很重視兩個人 要談得來才行 OK 等一下 等一下 我跟她的動作 我跟她的動作 是真的 她真的很容易被這種男生嚇到 而且她 她在談戀愛的時候 我覺得 因為她經常會跟我 跟我打電話講 差不多可能三個小時都在講 所以哪個男的怎樣怎樣 是多噁心嗎 就是有時候 她如果喜歡的男生 她有時候喜歡的男生 她就會說 欸妳覺得我 我現在碰到這狀況嗎 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然後可是如果說 有碰到那種男生 就是超級狂戀她那種 然後她就會 就是 就是展現一種 完全不知道怎麼辦的 一個小女生的個性 就怎麼辦 怎麼辦怎麼辦 怎麼拒絕她 然後她就一直這樣 對我怎麼樣 我覺得 欸我爸 妳最討厭什麼樣的男生 啊 比如說他怎麼樣 妳絕對一定是 一直耍帥 他人家不知道他帥 剝頭髮 就是 然後一直很愛講話 然後講不好笑笑話 對 或是就是很大聲 講話很大很吵 可是我以為妳跟男朋友約會 跟交往中的人約會看電影 就是因為看電影 不需要講話 看電影就看電影就好了 應該不會有看得來 看電影如果妳確定妳喜歡她 然後是可以讓妳 譬如說心跳很快啊 什麼時候會過來牽妳的手啊 什麼時候會過來牽妳的手啊 因為一個男朋友 看電影代表妳對她是有好感的 對 有很長 因為妳那很單獨 而且妳那種空間是 我覺得那空氣都變得很 沒錯 好像都隨時都要爆出猶火 爆出猶火 就像個泡泡一樣 所以妳跟她一起去看電影的時候 會在黑暗中兩個人就牽牽手嗎 我很期待被牽手那種 你知道那種 心很癢肚子很癢 像做女小孩的 海盜的船 海盜的船 會有那種 而且完全沒有辦法注意在演什麼 完全會看她隨時 什麼時候譬如男生 譬如腳要長很開 然後手開始變這樣 然後手開始變這樣 對啊 然後她的腿跟妳這樣 然後破壞腿跟妳這樣 有點碰開 然後女生就會 身體也比較傾那邊這樣子 然後手 那男生可能手很自然就放過 然後慢慢慢慢的 妳就真的開始拉拉褲子 然後就開始手就 可能就碰到了 所以如果看了一整場電影 兩個小時 鐵達妳好好的 三個半小時 然後她通通都沒有牽過來 然後妳就覺得好失望 好失望 我會開始回去問朋友 她是不是不喜歡我 對 對 其實Ruby就會接電話 三個小時 她就會不喜歡 妳有沒有躲過Alva的電話 不接 沒有 我要錄音 我沒有躲過啦 其實還好 妳是一個好的分手者嗎 妳很會甩掉別人嗎 不是 妳怎麼分 我就是等消息 這也不理她 最笨的那種 不接她的那種 我會怕 因為我不想傷害她 我不知道該怎麼講 可是又有感情 因為我其實是 蠻理智的那種 因為我精心都愛處女座嘛 所以是我是那種 可是我對真的還是有喜歡 可是我覺得已經沒有 我想要的那個感覺 所以就半殺死就對了 對 因為我不敢講說 我不喜歡你或什麼 我會覺得她會很難過 因為 我不想傷她 對 對 就是不敢面對那種 對 妳敢 我不敢 我也是屬於會消失 真的啊 對 像南方不是都很納悶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嗎 對啊 好可憐喔 好啦 如果你曾經去小小軒的 手上亡魂的話 那 其實沒有很多她好看的照片 然後還有一些她的 少年歲月的故事 如果想知道她都藏在書裡 然後就宜秀買得好 謝謝 我們結束了 那好開心